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幽略环球经济衰退 恒指跟随格晚美股下跌 最多跌410点 收市仍跌212点 报21,082点 成交减少至1,036亿 星期五端五节假期休市 恒指4日市累计升384点 短期来说大家要关注美国和欧洲的通胀 令息口向上吹升的情况 但始终内地方面近期也在上海方面解封之外 其实也有很多经济扶持措施 所以港股就在这两股氛围下 短期来说就在290点这个位置做整股 阿里巴巴年日偏仰再跌百分之二 微博上季营赚规 连同收市后公布业绩的尾团 齐齐跌百分之一 快酒年日游追捧 亦始升超过百分之三 金融股有份拖低大市 平保跌超过百分之二 石约再跌超过半成 连续两日是跌幅最大蓝筹 电能实业亦始升超过百分之二 是表现最好蓝筹 恒龙 恒地和新世界被踢出富士罗素旗下一个地产指数 三只股份跌百分之四至五 恒龙现超过两年收市低 部分内房股亦都向下 龙虎跌超过百分之四 内地加上8000亿人民币 信泰雅度支持基建 但有大行担心水泥行业出现价格战 中国建材跌近一成 获得纳日富士中国A50指数的海螺水泥随正 股价跌超过百分之八 长期年升四日再升超过百分之六 未来上个月汽车家富量跑书小鹏和理想 未来仍然升超过百分之一 小鹏就跌百分之一 碧桂园上个月合同销售按年跌近五成 合同销售额超过287亿人民币 但按月上升近两成七 头五个月累计合同销售超过1500亿人民币 按年跌近四成 内地推出多行措施稳定经济 包括今年电网投资超过5000亿人民币 创新高 但据报银行不愿意向地产商发放更多贷款 影响支持政策的效果 总理李克强呼吁尽力稳定经济 包括要求偵测性银行 增加8000亿人民币信贷额度支持基建等 其他部门也加入协助 国家电网公布百行的措施 包括今年投资5000亿人民币以上 创历史新高 预计带动社会投资超过1万亿人民币 又会建设第二批在沙漠的大型风电 和太阳能发电场等 人民银行重新会靠前发力 加强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力度 聚焦企业 有效投资等五个方向 强调内地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无变 虽然银行亦要求平稳有罪 发放地产商项目贷款 但彭博引述消息指 银行不愿意向内房发放新贷款 最多只将现有贷款延期 主要由于担心越来越多债务违约 而且金融领域深入反腐败 亦令银行更加谨慎审批 结果 银行多地的分行 据报上周召集银行开会 查询贷款投放进度和当中的挑战等 讨论如何协助 路透引述消息指 内银提及另一个问题 是法律要求贷款文件 必须企业代表亲身度分行 架概公司印章才生效 大早前防疫封控影响出行 呼吁监管部门放宽规定 评级机构为于担心防疫 加上楼市疲弱 今年内地经济增长 可能够原本预差的4.3%更加低 但多项的支援措施推出 有助经济下半年复苏 维持中国主权评级A加 展望稳定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晶报道 外电报道 评保原本计划 在汇控股东会反对多项议案 不过未能按时提交署面文件 所以作罢 汇丰控股和大股东评保的分歧 有扩大迹象 彭博引述消息说 评保原本准备在4月底 汇控股东会反对议案 包括反对重新任命 财务总监事委讯委董事 和高层申筹方案等 但由于委托代表到 伦敦现场投票的期限已过 所以作罢 报道认为事件反映 汇控推动汇控业务重组的决心 汇控在4月底公布首季业职之前 已经传出有股东提议 分拆亚洲业务在香港上市 或将总部签策回港 邵委信公开回应传闻时 会聆听各方意见 但认为目前经营策略可行 其后就有报道指 提出分拆契系评保 虽然公司否认 但表明支持任何提升价值 和经营管理的建议 平保在2017年底首次披露持有汇控股份 根据彭博资料 平保持有汇控大約8%的权益 是最大单一股东 另外三大股东都是美国公司 分拆除了需要获得股东表决通过 亦都要监管机构的首肯 汇控两年前因应英国监管当局要求 取消派息和回购股份 引来亚洲投资者不满 其后在2021年逐步恢复派息 但至今仍未恢复派贵度股息 无线电视记者 周雪亭报道 半港二手楼价连跌两个星期 中原城市令先指数最新报180.97 按星期比较跌大约0.1% 四区楼价当中 港岛区连跌三个星期后 回升超过1% 九龙连升两个星期 新界东就连跌两个星期 跌超过2% 新界西亦跌近1% 中原说美国加息半离 中世价纽违远 但未有掉头下跌 预计楼价短期内 将会在现水平期稳 美团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第一季亏损扩大到57亿人民币 但按非公营会计准则计算 经调整亏损准额收窄到35亿人民币 收入按年升近两成半 有462亿人民币 期内贡献最大的餐饮外卖 收入按年升一成七 到店、酒店和旅游收入升一成半 包括美团休选的新业务 收入更加急升四成七 相关经营亏损率收窄到62.3% 稍后回到其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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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说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 每留任下届政府或出任政务司司长 而港大深圳医学院院长盧崇茂 就极大机会成为医务卫生局局长 距离西一届政府上任不够一个月 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密罗紧固地酬早班子 据了解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 会留任 极之有可能担任政务司司长 他心得中央的信任 获委任作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63岁的陈国基 由助理入境事务主任开始做 回归之前有份负责归化英籍政策 虽然是星期日 但我们当日的入籍组 是会照常办公的 我们还会延长办公时间 2011年升任入境处主长 接待退休的白韵六 我们所有的工作入境处的工作 都会根据香港的法例去处理 还有我们也会以香港人整体的利益 为我考虑的依归 经历双飞父母来香港生儿子 和走资水货热潮等等 令到他和内地有密切联系 2016年退休 一年多之后成为林郑月娥政府的大内总管 出席活动 或者尚经见国家领导人都陪伴在隔离 中央前年定立港区国安法之后 陈国基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高 指另外两位司长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驊 他了解也极大机会留任下届政府 其他的问责班子方面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也被问到内界的去向 曾经现身李家超做大会的 港大深圳医院院长盧崇茂 消息说他很可能会出任 政府新架构之下的医毛卫生局局长 有行会成员认为即使下届政府 由曾任纪律部队的人员主导 都不会淡化政务官的角色 有学者分析中央旧重视官员的执行能力 多过出身背景 来界政府第二把手 很大机会是特首办主任陈国基 在入境处的时候 曾经担任他上司的叶刘淑仪说 陈国基过去和各个部门接触广 和中央政府有很多交往 是政务司司长的合适人选 我96年做入境处长 差不多最早式的入境主任就是陈国基 当时他是高级入境主任 是负责的公关、传媒等等 我觉得他的过程很开朗 人员好 所以我很早就认识他 和他合作多年都很愉快 很多政务官在不同范畴 都是肩负很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他都会秉公办事 对所有的公务员 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 应该一时同日 照顾政府整体的利益 和候任特首李家超一样 陈国基也是纪律部队出身 还有警务处前副处长郭任树 将会出任公务员学院院长 将来会不会由纪律部队出身的官员主导呢 柳小佳又认为陈国基熟悉政府运作 加上具有执行的能力 而且获得中央信任 将来能够更好地处理民生工作 母线电视机就在中车系报道 新增489宗新冠病毒个案 输入病例佔65宗 除了有中学 着视母班出现集体感染 亦都再多一个中环酒吧群组 快速测试阳性情报319宗 占新增个案大概六成半 当局说新一两疫苗通行症生效之前一日 即是星期一 150宗快测阳性情报中有31宗 即是两成核酸复检阴性 较之前一个星期的一成七高 但不排除疫情真的转世上升 近日的疫情无论是核酸检测 或者快速检测阳性个案 都是偏高了一些 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 因为快速检测那里 我们看到核腹查那里 都看到有些阴性的比率 可能那里都是有一部分的原因 但也不排除真的有些反弹的迹象 我们都可以在这密切观察整个情况 新增第三个酒吧群组 是在中环布甸乍街的LINQ 11男7女上星期五六搬趁之后确诊 其中一人在之前一个星期 也都度过上一个街口出现爆发的 对Iron Ferry消遣 那是不是源头呢 我们暂时就分辨不了的 因为当时我们在Central和Iron Ferry 都有两位人士在两个地方都有去的 但是其实见到他们的全基因分析 其实是两个酒吧是不同的 所以这件事我们都要看看 我暂时就未听闻他们是有DJ打碟那些 但是详细的情况我都不太清楚 早前两个酒吧群组各新增两人确诊 累计84宗的个案 学校情报多40宗阳性个案 包括在石劫尾补血会上至英文书院 星期日举办了着士舞班 一个导师和五个学生染疫 跳舞的时候有戴口罩 怀疑休息随口罩饮水的时候传播 其余六个学生要居家检疫 BA点2.1、2.1的本地传播 多一宗源头不明 是住在钻石山啟钻院啟进角的29岁男人 太古城麦当劳群组有染疫顾客住的 九龙湾荔精花园第六座 和太古城婆阳角也各多一户有人确诊 大同一个病毒株会展清洁工 住的土瓜环利荣大厦 怀疑有垂直传播被围风强检 无线电视记者郭宏音报道 酒吧接连出现感染群组 有酒吧负责人说生意大减 估计年同端午节三日长假期 生意额会较预期少一半 并已取消邀请唱片骑士来打碟 担心违反规例 酒吧上个月重开至今两个星期 中环三间酒吧先后爆疫 又在铜锣湾的酒吧说 当局上周末公布第一间酒吧群组之后 生意大受影响 不期望端午节开始三日长假期 会大幅好转 上个星期都可能每一晚都可能有 三至四万或者五至六万 有一个酒吧群组发生了之后 这个星期一二明显 其实我们的生意已经是直线下降 只有恐怖都不得了 可能一日的营业可能去回一千元二千元 大时大节或者端午节的假期前程 我们都预计生意下是理想的 但直至为止 其实那个订助率和入助率 在我们的预期都少了一半以上 其中一间涉事酒吧 政府说当晚有客人除了口罩四围走 也有人跳舞 另一间网上有片段显示 有唱片騎士一度没戴口罩打碟 说以違反防疫规例 即是酒吧酒馆中禁止任何现场表演和跳舞活动 据了解食环署向业界有新说明 容许唱片騎士住场 但只可以调校音乐的声量和转换音乐 但不容许常住在台上 有酒吧考虑将打碟的器材搬入独立房 避免和顾客直接接触 也有酒吧负责人说没有收过相关通知 现在已经各自邀请唱片騎士到店铺的计划 因为担心会违规 人、器材全部订阅也会进行 但基于出现了群组或者酒吧的情况 我们暂时都各自 什么叫做现场表演 或者如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 有时发放消息比较闯缩 或者是很多媒体不同的报道 或者直接我们自己去了解 希望都不要因为那个条例上 可能做得不好而有什么差错 所以说比较乱 他说现在已经要求员工每日都做快测 并且跟着防疫指引 不希望再度停业或者缩短营业时间 无线电视记者杨沛思报道 煤气公司计划8月加价4.4% 承诺今次调整之后 未来两年不会加价 煤气公司说已经通知环境局 建议每兆招倚的标准收费提高1.15仙 月计大约七成的家庭用户 每月煤气费增加不少于不多于10元 而大约一半工商业用户 每月增加少于290元 煤气公司形容调整后 用户支出增加温和 充分考虑客户承收能力 而上一次加价相距至今三年 经营成本不断上涨 累积通胀也预计大约4% 又说尽管国际原油价格上升 去年实质煤气费 只是较06年9月 未引入天然气代替部分石脑油 作为生产原料前高3.5% 而同期累计的通胀是大约五成 涉及多宗刑事案潜逃外国的 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 早前被律政司家雄四项刑事 藐视法庭罪 裁定罪名成立 许智峰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被没收旅游证件 他在2020年11月说 需要前往丹麦出席气候会议 向法庭申请更改保释条件 当时就声称有回程机票 承诺会回香港受審 获批准法还护照 其后宣称流亡 律政司就此申请加控四项藐视法庭罪 许智峰未有认讯 也未有代表律师到庭 高等法院法官陈兴伟裁决时表示 看完所有证据后 包括有丹麦政客在社交网站 表明许智峰出席会议只是烟幕 实际协助对方离开香港 认许智峰向警方或法院提供虐假文件 即丹麦邀请函和行情几乎无争议 可见许智峰有计划逃离 故意欺骗法庭 而许智峰就此次案件的传票后 在社交网站公开宣布 无视法庭要求 继续对香港法律制度表现不满 他的潜途行为妨碍司法公正裁定罪成 控方要求判处监禁 法官就说需时考虑判刑 扎日宣判 并且拒绝发出通緝令 许智峰亦涉及四宗刑事案件 包括上届立法会内会冲突案 及呼吁投白票案 另外亦涉及国安法案件 合共15项控罪代审 无视电视记者吴解谦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 慶祝活动揭刻着幕 她首后会和一众皇室的成员 在白金汉公露台和民众见面 一起看看 Harley Parker 哇 后来 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